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时候才有镜头 哪时候会结束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柯文哲他的积压的当时是9月5号 那么期限两个月 所以在11月5号的时候呢 检察官就要来决定要延长积压 还是针对柯文哲部分的犯行来贞结起诉 那如果要讲到针结起诉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北剑掌握柯文哲涉嫌图利罪的事件 是比较完整的 包含北剑他们约谈了非常多的柯市府的官员 一些专家学者 但是呢如果要起诉柯文哲他贪污罪的话 破口就是由出钱的威精集团 包含了审慶精还有白手套 朱雅虎他们之间的证词 可能会成为柯文哲他被收压 被起诉收贿罪的破口 不过现在法界看起来呢 事实上延长积压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因为呢现在有一些事件都还没有查完 如果让柯文哲直接招拨的话 可能会有灭阵串阵甚至有逃亡的疑虑 所以呢现在柯文哲他今天上午接受讯会的时候 将派出他三名的王牌律师团 到底在庭上跟简编双方会有什么样的攻防 我们再持续为您掌握主播 维京集团创办人沈沁金收押至今 四度被提讯 但他已经五度因为身体不适 借户就医 10月1号开始住院长达半个月期间开刀 直到15号中午才返回看守所 但申请聚保停押结果 等了超过一个月被北院驳回 人家觉得今天很游泳的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能像整个还不太睡 77岁沈沁金当初走着进北检 之后每每现身坐轮椅挂尿袋 北院指出虽然沈沁金有救急 也就是慢性病史但看守所的病社已经提供必要协助 加上比对沈沁金收押前后的医院回函 都没有说明沈沁金的病症有需要长期在特定医疗场所接受照顾 因此才定驳回 同一天应小微五度被提讯 同班求车的还有助理吴顺民 北检北院都指出两人联手收费金额超过4700万 沈沁金应小微吴顺民同为金华城案最早收押的被告 应小微28号积压其满 沈沁金吴顺民则是29号 按照规定北检得在五天之前申请延压或着手起诉 因此23号24号这两天将会是关键 尤其周刊最新一篇报导指出 柯文哲USB内政治现金名单 除了记载小沈1500沈沁金 还有外号台湾博弈教父的陈寅柱 也被记载300这个数字 加上被视为柯文哲帐房的橘子徐芷瑜 手握关键行程及金流 却迟迟不愿回台留在日本 柯文哲因为橘子在国外 金流没有完全厘清 可能延压 要面对的不止土利罪名 恐怕还有收贿及背信等罪 东山新闻SNG小组综合报道 我们这两天是讲说 现在北检把重心就放在哪里 查这个USB 那查USB里面我们才发现 里面有很多的人民 有很多的数字 而且这些很多的人民 都是大老板 可是我们才看到 大老板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都不讲话 进去又出来 进去又出来 可是没有想到 在USB里面出现了一个人民 这个人民居然是谢国 而且有个200万 那他想说 你不是才刚罢免完吗 你不是才躲过一劫吗 难道现在 你又开始大祸来临吗 他现在承认 他是所有USB里面 人民跟数字 唯一承认有这么回事的 那如果他承认有这么回事 那不就坐实了 2022 11月1号 小省1500 这是一个金额吗 对 没错 今天最有戏的是什么 是谢国良 为什么谢国良 保险他原本来这个罢免 好像过了一关 就没他眼前有个更大的难关 在等着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出来说 因为人家周刊媒体报道说 有一个在这个局职的 这个USB的这个记帐里面 有一个叫做谢国良200 这样一个状况 那逼得他出来讲话 他就说 而且你说 这个时间 对 名字 对 金额 这个格式 跟2022 11月1号 小省150的 对 格式一模一样 对 那他今天为什么出来说 简单 因为他的这个基隆市的副市长 邱佩林 已经被约谈过 对 所以他知道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再加上说 其实媒体也报道说 我们已经给你礼遇了 我们怕你的这个罢免的影响 所以我们没有在你罢免之前 约谈你 所以他请你 释出个善意 所以他今天就出来说 我只能跟大家说 的确我们家族企业 跟柯文哲有往来 那其他我没办法再去 这个证实或是否认 那如果我被要求 要前往北检说明的话 我会正命积极的配合 权力配合 他就承认有了 对 所以他证实这件事 好 那这个证明什么呢 宝洁我跟你讲 民众党大概可能开始要 真的面对现实了 为什么 之前小沈1500 人家说这个就是时间 下午三点钟 那好 北检要巩固这个证据的时候 约谈过谁 陈寅住了300 还有包括说王立领的500 好 这两个他们都没有正面说 所以要说 那还是这样子一个 他们要否认到底 还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谢国两次出来说 的确就是200 有这回去 所以就证实了 家族企业跟民众党 的确有过往来 所以证实了什么 证实了这个格式 小沈1500 这就是钱 所以现在民众党 他该怎么去否认 而且这次民众党 在整个罢免案里面 他们也挺谢国两 所以现在等于是 谢国两出来 他证实了这一点 他其实砍了这个 柯文哲一刀 不过他自己本身 也可能会惹火上升 那你刚才讲说 之前讲的 一直在讲说 你们查不到金流 科普这一讲 那就是土利 你查得到金流吗 笃定你金流查不到 跟你说 现在谢国两这件事情 重要性是 因为我可以把你反推成 2022年11月1号 小沈1500 确定这个就是金额 金额你就讲 那1500万不重要 你如果真的确定1500万 而且这个11月1号之后 11月2号 众旺基金会成立 众旺基金会就有 1000万的资本额 而且如果你来看 这个前后的时间 刚好金华城就拿到了建造 金华城的所有的案子 就开始推动 所以你这个行贿的可能 就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你就从 谢国两的讲话 回推到他的真实性 就可以证实说 你真的有金流 你真的有拿钱 你真的有收费了 这也是检掉办案的方式 USB里面的格式 我只要证明说 每一个人讲的 所有都是时间 然后人 然后我给你钱 这样证实的时候 宝贤 那这样子去回推来说话 这就是金钱啊 所以我才说 这个谢国两出来证实这件事 其实是已经牢牢的巩固了 小省1500这件事 可能就是收费了一个钱的额度 而且你就看到这件事的时候 你觉得你不可思议 你如果今天 你当时收了那200万 对 你有没有收银鸭腾的嫌疑 如果你有收银鸭腾 你有当时逼秋晨远 不要选吗 对 如果你当时干过这种事 那代表什么 代表阿伯没有什么东西不敢卖的 他没有什么钱不敢收的 他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做的 宝贤 事实上这个 这个橘子里面记得这个 USB的这个账户 可能真的会害死非常多人 现在谢国两他就压力非常大了 好 第一个是什么 因为事实上他目前只是说 我们是怎样 我们家族是在听了这个 柯文哲还有这个高鸿安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讲的话 觉得他们太好了 所以我要资助他 好 那是什么时间点 宝贤 他们选举的时间是2022年的7月16号 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有同台去演讲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就是他们家族人 听到这个时候 觉得他很赞 可是问题是 好 给他钱 你这时候给他钱 问题是什么 宝贤 你知道当年的这个 这个谢国两要选 基隆市市长的时候 其实原本这个民众党 有要派出一个邱承远要选 邱承远要选 如果今天我们把时据兜起来 就是说 他们这个家族 去听了这个柯文哲的演讲 觉得很赞 捐给他200万之后 可是问题是 邱承远在8月31号 就不选了 当时的这个民众党是用什么 他们选决会 还有中委会 也就是党中央 要求你不要选 就不要选了 是让邱承远本身是很想选的 但你就没有选 没有选的话 如果把这个时间点兜起来 那可以说 你可能是柯文哲 把邱承远卖掉了 好 我们刚刚讲的 在这个地方刚刚讲的 邱承远是已经有动作了 邱承远已经是母鸡带小鸡 邱承远当时民众党在基隆 已经有市议员准备要参选的 结果你自己突然嘎然停止 然后你自己自嘲说 我不是母鸡 我是类母鸡 那是谁让你带类母鸡 而这中间有没有对价关系 对好 那事实上所以我才说 目前为止来说 谢国良压力非常大 但是我证明了一点是什么 宝贼 假设这是真的话 柯文哲是什么钱都敢拿 什么位置都敢卖 所以我们之前曾经有人在传言说 江湖在传言说 可能他很多这个党内的位置 或者很多这个党子的位置 他都可以用钱交易 如果这是属实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柯文哲真的是 吃糖吃鸡 他什么钱都敢收 好 那现在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USB里面的数字 都是钱 对 没错 所以你就证明说 现在这个举止里面的证明了 都是钱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讲 目前为止 1500来说 是钱的可能性 已经非常大增了 我先一个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他说 柯文哲到底搞不懂 搞不懂行情啊 是 他说这种手鸭 而且你县市长这种行情 起码五百万 对 他说 他这么贪婪 两百万就买去啊 对 抱歉 我们事实上目前为止 知道是两百万 但会不会更多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就讲 事实上他什么钱真的都敢收 那我简单来讲 事实上柯文哲 真的一切都是为了钱 从这个2017年 现在今天还有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蔡碧如的角色 抱歉 我们原本以为蔡碧如是什么 防腐计 这个民众党的唯一可能不贪的 就今天证实什么 他也是其中一个分子啊 不是 当时不是讲吗 因为有蔡碧如是在的时候 柯文哲的一言一行 他要去哪里都被管制的 柯文哲绝对不能跨那个红线 跨那个红线的话 我们的碧如姐会把他给挡住 所以他受不了把碧如姐给赶走 那如果碧如姐也牵扯在里面 那不是整个党神殊一翁吗 也就是说之前的议员爆料说 蔡碧如跟朱雅虎的通信 讲进化成 大家想说 怎么有可能会谈到这件事情 结果今天周刊也证实了 蔡碧如的确 他涉事身上相当的深 甚至呢 朱雅虎不是传说 感谢560的时候 他也传的讯息 不是只有传给李文中 他也传给了蔡碧如 所以我们过去都认为说 蔡碧如应该是民众党 这个防腐计最不会这个犯错 结果没想到他也犯错 所以告诉你什么 宝姐是这样 今天的整个剧情发展 这一件事 第一个 柯文哲什么钱都敢拿 再来就是 这个USB账户里面的人 跟这个数字 他证实的就是汇款的 这个人跟钱 另外第三件事就是 蔡碧如也沦陷了 整个民众党 好像没有一个人是 好人的这个状况 另外就想传说 在下礼拜 柯文哲周边有几个关键的人物 都会收到船票 都会被约谈 现在大家非常好奇 到底是谁 因为现在整个政坛 众说纷纭 甚至 我都没有想到 连蔡碧如都被点名了 保安哥现在出大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民众党 我们现在讲黄珊珊 陈佩奇 陈志安 蔡碧如 基本上来讲 男性 已经我们讲完全阵亡了 因为柯文哲倒了吧 剩下之心 年终于修都被约谈了 终于修脸都清了绿掉了 走出来了 原本讲说受国谨存的 只剩下吴姐会 娘子军 结果现在肥姐 只剩下一个消息出来 这个礼拜 就这个礼拜 即将要约谈其中一位 女性重量级大咖 所以当然现在四个 每个人都能自围 大家都猜说到底是谁嘛 有人讲说 会不会是黄珊珊 但我讲不是黄珊珊 不是黄珊珊 他直接走出来说 没有 我没有说他船票 跟我没关系 金华城 我都完全没有关系 这么厉害 他现在散圆圆了吧 所以黄珊珊还逮不到 再来有人怀疑说 会不会是陈佩琪 佩琪 因为佩琪很简单嘛 整个私账 内账 到买豪宅 到这个鼠票 鼠钞 所以陆约谈他 有可能啊 但我跟我讲 为什么可能不是陈佩琪 因为陈佩琪一定是留到 最后那个克宝的格子 要收网 要抠起来 整个全部都抠起来的时候 才会去动陈佩琪嘛 好酒店 王爹 他是那个王爹 这不是陈佩琪的规格嘛 我们要处理董娘的 绝对是我们讲的 抬花轿去 把他抬过来去背剪嘛 所以大家怀疑说 再来最有可能就是这两个 一个叫陈志涵 一个叫蔡壁如 那为什么会说 怀疑到蔡壁如 最主要那封信 392到560 那个时间点跟现在我们讲的 560到840是不一样的哦 但那时候 请问一下 朱雅虎跟谁曾经 蔡姐 他是不是写信就找蔡壁如嘛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脉络 从这个来爬出来看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蔡壁如有非常高度的可能性 因为你看哦 土林周明 我们讲的 回国后 金华城澄清人希望安排 和林副市长拜会 因为他们当时真的到560了 对嘛 所以那时候就是要讨论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监察委员 那蔡壁如当中 我们没有扮演角色 所以如果392到560有问题 蔡壁如也会出问题 所以牵连这么广 但还有第二种可能哦 各位为什么也有可能蔡壁如 因为蔡壁如是 动望基金会曾经的董事 他们现在说 要去查蔡壁如 最主要是因为 怀疑 动望基金会当初 成立的资金来源 很有可能就有问题 因为不管是中方 不管是新故乡 宝丁哥 请问下背后都是谁 李文中嘛 李文中跟谁趴头 朱雅武嘛 所以合理怀疑就是说 如果说朱雅武 当时把这些账的款项 汇款提供给李文中 而李文中把这样的钱 拿去作为基金会的成立跟石佑 蔡壁如这边也会跑不掉 但各位 还有一个谁 就陈志涵嘛 陈志涵讲过说说说说 说说哎呀下一个 刘宝捷公子家董事长 都要被约谈的真是高招 所以法雅跟你要理解概念 我要被约谈 吓死了 你要理解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这些人我请问一下 跟巩固土利罪有没有关 在我看来关联甚小 因为土利罪要巩固才是 减量现在当成最后的问题 再来第二件事情 请问跟金流有没有关 除非说只有唯一蔡壁如 可能性比较高 但那个东西也是基金会的成立 现在已经确认的是 包括1500万的交付 包括我们讲210万 事实上金流部分 去扯到这4个人影响不大 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可能是什么 如同刚才吴子家董事长讲的 USB我两个人 那个名单有40个人 我两个人 两个人 一个人 慢慢临持你 我4个月把这些建商 这些老板 一个一个叫来 但不要忘了 还有另外一边可以临持 是谁 民众党啊 周渝修 我是不是把你叫来 戴宇文 其实在戴宇文是会跟这个案件 有什么大关联 所以你如果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 我只要查到你有任何金流往来的 我全部要查清楚 我认为这个礼拜 或是为不久的将来 要约拆壁如的可能性 有非常大非常大 真的假的 我个人认为超过五成以上的机会 要约拆壁如 拆壁如太重要了 因为拆壁如 第一个跟柯文哲现在关系恶劣 然后他第二个 他高度的仇恨这个陈志涵跟黄珊珊 所以只要约拆壁如去 拆壁如可以讲五个小时讲不完 我跟你讲 还可以多去几次了 证文证人费一次五百多块钱 可以多给他 因为像台中回来的 可以给他两千块 所以我建议北俭 确实应该要早点约拆壁如 那不是拆壁如不是 他不是这个共犯 但是他是最好的这个侦察官 他知道太多故事 他知道太多秘密 谁跟谁怎样 谁跟谁拍拖 谁跟谁吃饭 谁到哪里跟谁怎样唱歌 他通通知道 是早就给找他了 他一世知道一大堆 这个蔡姐 蔡妈 蔡妹都可以 那个猪牙虎那个不是重要的 我们民进党这个洪建议员 他是个土包子 他不懂嘛 检察官当然想约拆壁如 但是不是问他有没有涉案 是请他提供他们这些家伙的人脉关系 背景资料 背景资料嘛 他太了解了 每一个人都是蔡壁如带出来的 他们身上几根毛蔡壁如清清楚楚 只要预约 而且要给他多一点时间给他 要多给他举杯咖啡让他慢慢谈 他可以讲非常多的内幕给大家听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这一次大家对于柯文哲政治现金 为什么充满了愤怒 因为刚刚讲到的 他完全违背他过去对这个社会的 一个承诺 他的人设完全的崩壞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他根本是用赌博的心态 用诈骗的心态来参加这次总统大选 而且刚刚讲到的 如果我能够赌到总统 那当然最好 我如果赌不到总统 我也要满口的钞票 满口袋的金钱 这才是他选总统这次最早的目的 而且让大家非常火大的是 你最重要的知识者就是小草 小草大概是这个社会 比较基层的人非常辛苦的工作 结果你连他们都不放过 你不但去割小草 你根本是连根拔起 因为我们注意到的是 你在1月11号 1月13号你要选取 1月11号的时候 你还发了一个一人200块抖起来 一人200块抖起来以后 我们去查到一个资料 你会觉得非常的心酸 非常的难过 也就是他关账的时间到什么时刻 关账的时间到1月12号的晚上 11点59分 捞到最后一秒钟 那小草对阿贝 真的是不离不弃 你就在关账的最后一秒钟 钱还是拼命进来 钱拼命进来的以后 我刚刚讲 200 500 一千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两千 你这个看出来 这个真的就是一般人 这个是他自己穷尽所有的 就要捐献给阿贝 所以雨萱看到这个数字 你说你更愤怒了 你看到这个数字真的 阿贝到了最后一秒钟 还在割小草 而且已经不是割小草了 根本就是连根拔起 华拉哥他不只是割小草 不只是连根拔起 他这个叫做敲骨吸水 我要把你吃干麻精炸到最后 敲骨吸水 对 你小草割进来 我要把你打成清早汁 我一点都不浪费 我全部都要把它喝下肚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当时其实1月11号的时候 我们就有提起来 我们说科文者太过分了 那时候他干嘛 他说我跟你讲 付款专户各位 支持钱五股的后果来者 我们要付到1月12号 23点59分59秒 才会关账 换言之法律规定 我可以募到什么时候 我就要募到 那最后一个最后一秒 而且那时候他设计好好的 那时候有一个APP 你点进去之后 他马上就有个金额 最低下金是什么 200块 300块 500块 所以宝兰哥 你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你有没有看到 他就是你只能捐赠 这个500块 300块500块 你100块的我不要 反正你小草要捐给我 你就是按照这个金额 直接点进来 快捷键汇进来 我全部钱再少 我通通都要 而且是跟什么 小草一笔一笔的 全部收割进来 而且现在大家觉得 你可恶 而且非常恶劣的部分在于说 你1月11号 如果我们现在往回推开的话 你这个时候钱已经很多了 你这个时候钱已经多到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时刻已经多到 你现在要东挪西挪 找很多的发票 来填这样的一个差额 刚才讲到是说 本来大家想说 有这个小草 真的对你不离不弃 到了最后一秒钟 最后一分钟 他还直接捐赎给阿伯吗 结果我们查了一下 还真的有 因为刚才讲的 你现在是弄到什么时间 弄到了1月12号的11点59分 刚才讲的 有的人可能就过了 过了以后刚才讲的 200的500的1000的1000的 500的1000的1000的 真的是真的是小草 真的是有多少 200500的这样子 无怨无悔的捐给阿伯 我觉得可恶在于说 200100对你来讲 根本是小钱 对很多人来讲 那是他非常重要的心意 你怎么会连这种心意 你都敢把人家给生吞活泼 保安哥 这要分两个城市 第一个你要先试想看看 现在陈佩琪在干嘛 他捧着满手的现金 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 去看豪宅 但这些每一个一块钱 十块钱 一百块钱 事实上都是从小草这边炸来 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说我要目到最后一刻 请问一下小草有没有响应 真的有 仔细看这个金额 1月13号 代表说很多是在关帐前 最后一刻看到这个贴文 看到这个号召 阿伯需要我们 我们需要支持他 赶快捐钱 而且你看什么 两百 五百 一千 一百一十一 一千五百 这就我先前讲的 什么样的人会去捐两百五百块 就是我一天可能只赚一千块 一天只赚两千块 但是没关系 这是我一份心意 因为阿伯需要我们阿伯 说一群人才走得远 所以我就算在怎么经济拮据 在怎么经济穷况 我还是要在最后一分一毫 把这个钱提供给阿伯 但各位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当时阿伯的政治现金专户 已经募到多少钱了 我各位保证超过三亿元 所以他已经超过三亿元 他钱已经很多了 根本花不完 报道重点是这边 我花不完 但是我柯文哲 还是想要把你们榨干 我还是要把你们榨好作为一份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们还有钱 你们就算有血流汗 我不管你在那边做外送 我不管你谁在那边 站到脚尽牌虚伤 你钱就是给我来 因为只要你还愿意吐给我 我就要把这份钱 最后一丝一毫 吃干麻酱 当然吃干麻酱 所以各位最可怕的在这边 所以你仔细看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是完全损人不利紧的做法 完全损人不利紧 就是因为你已经过了 关照的时刻 你已经过了1月12号的晚上 23点59分 这个钱直接搅扑 你把人家的心意 完全糟蹋掉 对 保证哥你知道 这可怕在哪里吗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几十笔 对不对 这是代表说这些人 可能在11点59分 或者超过的时候 搅下去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时间 他可能刚心情下班之后 回来说 没关系我还是要支持阿伯 所以搅下去 但你要想在1月10号那一整天 特别是晚上 也就是我们讲的 从6点开始到11点多 也就是柯文在催这些捐款的时候 有多少人进账 加起来可能不多 可能几十万 可能几百万 但这些人是数以千计 数以万计的小草 他想要给阿伯那个心意 但他最后干嘛 还是把这些人给收割了 这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而且你刚刚讲说 阿伯在参加这场选举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 我就是要捞钱 那你会觉得太严格了 刚刚讲到 你连小草都不放过 你连小草最后一秒钟的钱 你都不放过 而且你就看到 在去年的12月8号 刚刚讲阿伯需要你的科金 到了1月11号 1月13号要投票 1月13号投票了 你继续的1月11号 一个人200块抖起来 而且你刚刚讲的 你现在很多重要的宣誓 你的诉求只有一个 钱 我要钱 保陵哥我们先讲 选举到最后面 坦白讲1月12号 1月11号 那个时候你还需要花大钱 当然没有了 你基本上 你该付的厂商货款 你都付了 你基本上该花的支出 你都已经花了 你怎么不可能当天 我要办大型造势活动 我当天才募钱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做这件事情 你要理解这个概念 他从头到尾就是要捞你的钱 而且他这些钱 没有要拿来干嘛 就是要把它存起来 放到自己口袋 再第二件事 你看他是有一个进化史的 原本12月8号的时候 还在跟我们搞Paycoin 有没有 科影Pay Paycoin 那时候很多人搞不清楚 到底Paycoin是什么 因为弄得很复杂 就是用玩游戏的方式 说我需要你课金 想要吸引大家去 那时候我们还是吵架说 真的假的 真的有人被你骗吗 真的有 667万 一天就募到667万 一天就光靠这个活动 就募到667万 但更有办法 这个很难的 像我这种老头子 你叫我搞Paycoin的 我还不知道怎么给 就很复杂 他这是为了年轻人所设置 他就说 你不要去玩线上游戏了 我知道你们都要课金 不用啦 你来玩我KP游戏 玩我KP 很好玩 你赶快把钱赌内给我 结果到了1月11号的时候 他直接在进化 为什么 原本还要绕个弯 用玩游戏的方式 用Paycoin的方式 后来说不用啦 我1月11号 我就直接跟你讲说 赶快来募款 因为我们有大型造舍 我们有活动 而且我们还支援信用卡 这是多么 赤裸裸 就说你用信用卡赶快 就直接转给我 就直接捐给我 结果宝德哥来 当日募款473万 天啊 这才是最大条的嘛 是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数字 你真的觉得毛骨悚然 因为刚刚讲那不是财团 如果你今天是财团 可能一个人就1000 一个人4000 三五个人就搞定了 4743万 就是100 200 500 1000 那缺人内头 一点一点 你到底去割了多少人啊 宝德哥一般的正常思维是说 我选举到最后一刻 我不需要花钱 但柯文哲则是相反 他的想法是什么 最后一刻宝德哥 1月11号 1月4号 你知道那是什么时刻吗 选民情绪最高昂 最热血沸腾 最激昂的时刻嘛 义无反顾 撞一笔 对嘛 所以他趁着他知道说 我知道你们这时候最兴奋的 全部开刀人号召起来 所以你想想看 当他办这些大型造势活动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什么 你是要催选票 但柯文哲办这些大型造势活动 拼银票 拼银票 他要吹钞票 他知道我这个贴图一贴上 我活动给办下去 你们全部在现场 人手一机 手机马上拿出来 来200 200 500 1000 赶快抖起来 所以最后才会造就这么可怕 这个4743万的数字 这个是太可恶了 对嘛 而且你看不只是这样子 包括你看 凯套当天 就是我们讲的最重要的重点 来哦 就是办了这场活动 所以叫大家来 然后把所有相关的募款账号 直接贴在这边 说你钱会给我 你看一个晚上 就一个凯套造势 募了多少钱 314万 这也太烂了吧 饶到最后一秒钟 对 所以大家 代表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说 前一天我们讲1月11号 还有4000多万吗 因为代表大家 把最后一份已经给他了 结果柯文哲还不放弃 最后一天 最后一晚 他说你们还要再给我 所以你看 为什么金额会少这么多 而且他是捐低不弃 大的小的 什么我都要 你信用卡的我也要 柯文哲的官网我也要 目可我也要 包括刚刚讲的 陈思大 所有的 我全部都要 对 宝律哥你想想看 1月11号 那时候已经榨干到 最后一滴了 结果柯文哲 跟那个挤压高官 还不放弃你知道吗 我还要再挤 还要再挤 所以最后一碗 其实小草都没钱了 都已经花光了 我整个月都已经 大部分的收入都给阿伯了 没办法 阿伯还是需要我 所以才会挤出 那个稍微的314万 你看起来很少 我看起来不是 我看起来那每一笔铜币 每一笔钱里面 都带着血跟泪 而且最可怕的是 刚刚讲的 再小钱 再小的钱我都要 再不能拿的钱 我也敢要 今天居然出来说 上海浦都去 今天他突然讲 都有身份证 你怎么确定都有身份证 而且最基本的 这个钱也不多 这加起来有影响吗 上海的你也敢要 日本的你也敢要 香港的你也敢要 澳门的你也敢要 我就问柯文哲 有什么钱你不敢要的 保冷哥 通常我们来到境外的钱 特别是中国 这种敏感地带 我们会干嘛 香港 中国 澳门 这种地方 我们就会觉得说 不要 退回去好了 但柯文哲不是 因为我们后来仔细看 他整个政治线装 你才发现不是啊 这叫做这个很奇怪 上海浦头区也有人捐给他 然后日本东京大阪 也有人捐给他 香港大坑也有人捐给他 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 因为政治现金法 实在有规范 你不能接受 我们来自我们讲 境外的人的这种政治现金 结果你看吴怡轩说 没有啦 他搞不好有政治 就是我们的身份证 他搞不好只是这种 双重国籍 搞不好是我们侨胞 我们有身份证就给他 但柯文哲 问题来了 请问一下这里面 撇除掉有一些叫做匿名捐款 那你要怎么确认他的身份 你不知道啊 再来我们讲的 不是 我们的法律 已经非常清楚了 你今天包括了 刚刚讲的大陆地区 香港 澳门地区的居民 你不可以接受这个政治现金的 对 而且你看 大部分都没有身份证 而且你也不应该 接受他的政治现金 有没有看到 特别是我们讲的 上海这一笔 根本就没有身份证 所以你怎么要确认他身份证 但我跟你讲 柯文哲这个子图嫌疑 他根本不管你嘛 反正我管你人民币 我管你日币 我管你港币 反正你只要给我的钱 再少我都来者不拒 所以我没有不敢要的钱 对 你想想看 这更可怕是什么 他不只是跟小嫂大量收割 最可怕是 他连吃饭的钱 我们讲吃饭红地图 吃饭的钱都能搞 你看我们是不是之前 一直跟大家介绍 所谓的庆园村餐厅 对 本来说最可怕是什么 他有两笔 那你说两笔 他一天去吃午餐晚餐 就算了不对啊 26703 数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代表这是同一笔餐费 他给人家Key两次 那更有趣的来了 有一个叫做冯山小吃店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有三笔 是因为有这个三字 要三个三变三三吗 冯山小吃店一样 一万三千八 你去一个小吃店 小吃店你可以吃到 一万三千八百块 不但是一万三千八百块 你还报了三笔 对 我不知道 早餐 午餐 晚餐一起吃吗 而且你看 这种状况层出不穷 我们讲的庆园村也有 这个三三小吃店也有 这个海福排骨也有 结果光是这种餐费重叠 而且都是同一天申报 同一家店 所以你要怎么解释得清说 没有啦 我们就是很喜欢吃那一件 吃一次生竹虎 当然不是 我跟各位保证 到底有没有去这家餐厅吃 我都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好 所以会成 之前各位都讲 现在都是什么 财团拿刀叉吃人肉 你说现在如果看到这个状况 我真的觉得太恶劣了 1月11号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当时的捐款都已经三亿多了 你绝对够你的钱 而且你的钱已经多到 你不知道怎么去报销了 结果你还继续割小早 割小早刚讲的一天是割进了四千多万 一天进了三千多万 三百多万 你的小早这种 人家是非常辛苦的 均均怕不要的钱 你都一毛钱你都不放弃 这根本已经不是拿刀叉吃人肉 你说他根本就是生吞活泼了 而且我跟你讲 我觉得让人家最觉得 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是 这些小早 你不要说只是什么大学 刚毕业了社会新鲜人 有些是攻读的 有些是大学生甚至高中生 还记不记得 还有国中生跑去这个场子 所以很多人是把他的零用钱 把他打工的钱 把他很多辛辛苦苦赚的钱 真的是给柯文哲 我问你 如果你说是诈骗棋盘 通常会被诈骗棋盘 有人会说因为我有贪念 这些在现场的人 有人是有贪念的吗 他们只求一个希望 对 你自己华姐在硬盲 对 为什么他要硬盲呢 因为他认为我现在在整个现在的社会结构里面 我小草没有出头天的一天 我小草没有办法有买房子的一天 在这种不公不义的社会制度下 我小草没有看到未来的一天 你被出现了 你让我觉得 我们支持你 你会带走我们走出一条路 而且我刚刚听了吴董的讲话 我才懂了 原来对小草来讲 我是买一个希望 我买一个未来 我买一个社会的公益 我都要去打开了蓝绿的高墙 对 阿伯 不是 我卖给你希望 你给我钱 我们是民满营卖的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人家说钱吃得不夠 又打光 这些小草是这顿饭不吃 这个学费不缴 这个什么不花 省下来让你去 去冲锋陷阵 让你去踏上总统府之路 因为我们相信你 你一定出来做 你可以改变我们的处境 结果 你不要说他们宰了这么多血汗钱 撈到最后一刻 让我最深切一件事情是 你不把人家的血汗钱当钱 他这样子乱花一个场子 人家整个办活动只要几百万 他一千多万 没有再问的一个胖卡 怎么弄五个月两百万 那些两百万多少小草 多少人这样子 把他一两个月的钱捐给你 不是 而且我觉得今天更无耻的 今天竞选总部 他们就来跟人家讲 你买胖卡难道不要装潢吗 你不要这个所谓的装饰吗 就搞了半天 你不但是给他两百万去买这个胖卡 跟这个所谓的发财车 上面的装潢也是竞选出的 你的钱都已经可以帮他买新车了 而且买好几台新车 结果上面的装潢也都是竞选出的 我跟你讲 他所有钱我没有办法接受说是 柯文哲会竞选出的 他所有钱是小草出的 是小草的血汗钱帮你出的 结果你讲盘 全部都图立 我就问你 钱是你竞选出的 你为什么是用柯木可的名字 去买他这个 而且你还花一两百万 去跟木可租 你根本没有把这个小草血汗钱当钱 而且我跟你讲 在柯文哲的眼中 每一个人都是小草 你说抖念的钱是小草 那我问你 蔡壁如 你把蔡壁如派去台中选去 你有给人家一毛钱吗 没有 你有给人家任何资源吗 你连面纸都不给 你连卫衬纸都不给蔡壁如 你在柯文哲的眼中蔡壁如是什么 小草 也是小草 那你说董事长在他眼中是什么 也是小草 董事长不是 他是傻草 对 他是傻大草 比较大 对 他跟你讲什么 他跟你讲说 我们有办法给你任何资源 但你可以在那边 觉得你有得到一种满足感 成就感 成就感 只差没说福杯满意 你会善友善报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帮我做事 成为我的奴隶 帮我 伺候我 服务我 那是你的福分 是你的福分 其实他是用这个高高在上之人 然后看着他的人 所有下面的人全部都仰望着他 所以他有那种心态 帮我是你的福分 所以他对于这些所有人 没有任何罪恶感 没有任何罪恶感 因为你知道 美国的那个 马特尔夫的那一个起诉 三百多年的那个案子 人家就问他说 你知道有多少人 因为你受骗 然后甚至家破人亡 然后甚至把全部一辈子的钱 全部都投资你 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对 还是他 结果呢 他说 那怪他们呢 怪他们 他们有态念 所以同样的 那为什么 他没有任何的愧疚感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你要相信我 为什么 好 四周 你说现在大家认为 柯文哲从开始弄这场选举 他就是一场骗局 他就是要来捞钱的 这个不是我们来冤枉他 因为你从他最根本的组织 就可以看出来 柯文哲刚刚讲的 柯文哲不是 不是出书毛路 没错 2014年就选了 2018年也选了 他在台北市政府 也干了那么久的一个市场 你本来就有财政纪律 而且你每次都有财政监督委会 结果到了这次2024年的时候 你反而没有 而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这两天我们谈到 这个叫梁秀菊 梁秀菊是以前台北市的主席处长 说他什么 一丝不苟 非常的这个所谓的公正业名 结果本来他是管民众党的账 他是管柯文哲的账 在这个梁秀菊在管账的时候 账都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妙是妙在哪里 当柯文哲在准备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的起手是什么 我的起手是 把梁秀菊换掉 把梁秀菊换掉之后 让李文忠的兄妹进来了 对 实际我们这一次 仔细来看的话 我就觉得说 他这次出来选举来说 真的搞不好 要全力把这个钱给拼起来 我怎么这样讲呢 实际我们就讲 过去你柯文哲有没有财政纪律 有啊 你2014 2018都选过 你那个民众党刚成立的时候 也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当时的确 他们挖了一个叫梁秀菊的人 他当时担任所谓 台北市的主计处的处长 担任党部的这个财务长 就保险你知道 因为他这个 一个是刹车皮啊 他这一次呢 他是一直在杀 柯文哲的这个花钱 你花钱花得不对 或是我认为不对了 不能够花 他都一直在刹车 刹车伤好什么 柯文哲觉得 我不好意思 就把他拿掉 所以这一次没有刹车皮 这一次是怎样 把李文忠 李文娟 还有这个端木忠 他们坐进来的时候 是变成加速器 我就一直跟 他不会跟你说 这个不要 反正没关系 他们也不敢跟柯文哲说不要 所以没有SOP了 没有财政纪律了 什么都没有 没有财政监督委员会了 什么都没有了 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梁秀吉 把他排除在外 宝杰你仔细看 他们就说 2020年在和平区的 这个区长的 补选的过程里面来说 他们有人从台中高铁站 直接搭计程车上山 就很贵嘛 很贵他说 那你为什么 不用租车的这个方式 你为什么要搭计程车 你就是租一台车 就被他骂 就人家说 他连这个都要在意 他说对 这个都要在意 因为他是从公家机关出来 他会选最便宜的这个方式 宁愿不要多花一些钱 你要合规 能省就省 那后来什么 后来因为他们有文宣部 还有包组织部 他说组织部剩了钱 我们就把它挪到文宣部去花 这样就好了 结果到梁秀吉那边 梁秀吉说不行 不能够花 结果那柯文哲说 这不是都一样的钱 为什么不能够花 对财务来讲 柯木很重要 柯木不可以随便移动 对那柯文哲就说 哎呦怎么你债 我要花钱花得那么困难 所以如果你看 这一次如果他还在的时候 柯文哲拿他没办法 他绝对不敢这样做 那怎么办 就这一次就把他排除在外 所以你就发现 这一次你就发现 出事都在哪里 出事都是敬总 民众党党部有没有问题 民众党没有 为什么民众党党部没有问题 因为梁秀吉还在那边作证 今天为什么敬总有问题 因为把梁秀吉赶走了 对那里面有李文忠 李文娟他们这样子 还有我们自己来这边弄 弄到现在为止 完全出了个大包 所以你的棋手势 就是用心不良了 对他一开始就是这样 那棋手势还有什么 以前人家就说 我想要仿造人家 成立这个党营事业 人家就说你不要这样 就他不是成立了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就是类似党营事业 人家都跟他说不要 他这一次什么都做了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跟 刚才雨萱不是说吗 跟郭台铭他们搞在一起 蓝白盒 为什么他这样搞 搞了我有可能当选总统 当选总统保险你知道谁 大咖金主什么会捐钱给你 捐钱给你捐了很多的时候 等到第二阶段蓝白盒破局了 破局怎么办 我就割小草 所以他有他的步骤 有他的这个想法 一刀 这个一个一个在执行 才能够最后 木到那么多钱 好 灰神 为什么现在大家的愤怒 越来越强 除了 大家才发现十年一绝 杨周末 你根本就在家骗我 你骗我也就算了 你完全违背我的人生 你违背人生就算了 刚才讲到你 1月10号还在木前 大家小草还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最后还是给了你数千万元 刚才讲到 那你这个钱也好好用 大家也就算了 你这个钱大家珍惜也就算了 刚才讲的 现在大家可以生气了 现在今天他老婆出来 老婆出来买房子 大家本来仔细说 你买个1.21已经很过分了 你1.21的话 你要准备多少投机款 我不演了 什么我买1.21 什么我买豪宅 我不是买豪宅 我买豪宅 我也买小宅 我也买办公室 我不但是买一间房子 我整条街都在生 是 林一街柯妈妈 非常感谢小草 如果没有你们过去 这个几个月来的一个斗内的话 林一街柯妈妈 没有办法美梦成真 我觉得这个生气 你们会变成老家 你们最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让她美梦成真 让她大嘴出嘴 大嘴出嘴 对 所以她现在其实就不演了 为什么呢 刚刚不是提到说 她社会观感 社会观感能助元利吗 社会观感能助顶和元吗 社会观感可以跟这些有钱人 站起来吗 没有啊 我这个人 我没有任何社会观感的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现在买房子看整条街的 办公室我也看 那个小宅我也看 豪宅15楼的我都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没有我买不起的房子 只有我看不上眼的屋子 我看房子 想买房子我随时想就去 刚刚我们才讲到的 她什么 她是夏日傍晚凉凉 晚风吹拂 我隐隐没事情 我就看房子 还有一个说 我有一天从台大旧大楼后门 绕到立法院买食物 我就顺道买房子 顺道去看房子 她买房子都什么 她看房子都顺道的 我跟你讲 夏日傍晚凉凉 那个意思他们以为 我清菜没一间房子都凉凉的 没房子 你还要怎么 我们讲说你要贷款 什么贷款 我现在说付就付 因为我钱很多 再来她告诉你什么 她说那个名嘴说什么豪宅 好像是1.2亿吧 我大概有去看约略这个价位的房子 但是天黑看不清楚不记得名称 为什么不记得 因为2.7亿我都看过了 那1.2亿是钱吗 算什么 那有什么 如果今天我就看一个1.2亿的豪宅 我一定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在哪里 那是什么房子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走过淋漪街的 不是在最重要的十字路火这个部分的 我还不看 走远了 我还不要 所以充分显现出 那个陶家牛的一个身价 我什么也买豪宅 我买办公室乌宝 我买小宅有没有 我买办公室有豪宅 我什么都买 是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相信他心里面 从澎湖出生的一个 来到台北奋斗的半辈子 我现在在台北站起来 而且不是只有在台北站起来 是在豪宅圈站起来 他其实是有一种那一种 功成名就的那种意味存在 所以对他来讲 当市长不是功成名就 搞不好当总统也不是功成名就 我能不能有一个上义的豪宅 我能不能把看房子跟看买菜一样 那才是功成名就 而且他这辈子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是连他的婆婆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把我们儿子买的房子 我们儿子是富二代 你们儿子不是 因为你们儿子 我叫你们儿子是我们自己买的房子 我跟你讲 这一种东西 其实在这种老人家的心里面 某种程度可能婆媳之间 有一个竞赛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今天讲 你不是之前讲说 你要给你儿子买房子吗 那你儿子有女朋友吗 没有啦 给他一个压力 意思是什么 我们儿子富二代一后站出去 要嫁我老子 要嫁我老子的人有够多 所以他也就是为什么要 诚心感叹 没豪宅 没名车 老公就只赚这些 也只能任分 所以我做人的媳妇是非常辛苦 我现在有这个材料 我把我们儿子变成富二代 她要嫁我女儿嫁我媳妇的 我做我们家的媳妇的 我给你的礼籍结合过 这一种的心态 其实代表着她的人生奋斗 开了一朵花 所以其实陈佩琪的优越感 来自这里 她这是个那种优越感 对人生的自我肯定 所以她这篇文章就告诉你 我出门了啦 什么出门了 以前我的围巾干嘛 我是股东赠品 我的外套是超过七年 我的洋装也超过七年 我的手包干嘛 是市场的地毯一百块 我以前是这样子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要跟他讲的 我今天是晚风凉凉 闲来没事 我就要去看房子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地方的房子 出来你是没在这喊价的 你表示说我已经设定 要买这个地方的房子 只要这个地方的房子 释出我看上眼了 我是不惜代价 我是有能力都可以买下来的 保财哥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是透过这种方式 昭告天下 我陈佩琪苦尽甘来 我一辈子 我现在在铃鱼街站起来 我是铃鱼街房仲口中的可妈妈 好 苏菲 当然这个对比就让人家觉得 非常的讽刺 也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堪 刚刚讲的 你小早割到最后一秒钟 结果你现在脸不红气不出来 完全没有任何的羞愧 我就是买房子 我不是买豪宅 我是买顶级豪宅 我不再买顶级豪宅 我如果的小孩子 你想要有个小宅 我也要小宅也可以给你 我的小孩要开公司 我也有办公司给给你 你要什么妈妈都买给你 是 你要什么妈妈都买给你 妈妈没有什么不能给你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 小草都给我们传变变了嘛 1月11号小草一人抖200 你知道吗 抖了几万笔你知道吗 抖了40758笔 4万多笔 对 从1月11号到1月13号 就光这个抖内 一人抖200 抖了4万多笔 所以 抖妈妈什么不能给 抖儿子 什么都可以给 要办公室给办公室 要小宅给小宅 要豪宅给豪宅 1.2亿的也可以 2.3亿的也可以 可是我当时说 你那个时候已经不缺钱了 你不缺钱干嘛还搁人家小草 而且你本来是这样 大家跟你是买一个希望 刚刚讲就像潘朵拉的盒子 我对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满 有很多的瘟疫 有很多的疾病 很多的战乱 可是我总有个希望 我对阿伯来讲 我就是那个潘朵拉盒子 我最后的那个希望 就你不但把我那个希望给弄掉 你还把我给吞噬了 我告诉你对客户者来讲 他们贩卖的就是一个梦想 就是一个希望 那对财团来讲有说 水卖太少不卖的吗 卖了1万杯之后 说不要买了 我抖了 我买了 当然不是 反正我就尽量卖 因为对他来讲 他的这个贩卖 全部都是他的商品化 小草尽量买 小草尽量木 全部割光光 因为有人形容说 他这里像什么 在堵桌上面 我要玩最后一把 然后我要把这个 所谓的桌面给清干净 所以我要全部的 全部捞到口袋里面 我才弄到最后一秒钟 当然是我要捞 捞干妈净嘛 所有能够有的钱 小草口袋里面的钱 我全部都要捞关净嘛 另外刚刚讲的 是在这个选举一开始 他在这个人事安排上面 就已经看得出来了 他根本没有财政纪律 他也不要财政监督 关键就是 当我把梁秀菊给排出出去 我把李文中兄辈给弄进来 还有我竟然大量的 用所谓的战狼的时候 我已经豁出去了 当然是啊 柯文哲过去 有没有财政纪律 有嘛 我们刚刚讲的 2014年的时候他关上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是财政纪律 我不要太多钱 对不对 那后来 2018年也一模一样 但2018年他当选之后 就完全走样了嘛 他跟财团的关系 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我跟大家讲 梁秀菊他为什么能用 因为那时候的柯文哲 认为财政纪律最好 所以梁秀菊从台北市政府退休之后 他把他聘到民众党去 认为他可以帮他管好赞 可是梁秀菊因为管太严 让他没有办法东挪西用 党部的钱 变柯文哲的钱的时候 我就把你排掉了嘛 我接下来想方设法的 就是要把公家的变我的 傻子的事情 梁秀菊你就挡住我的路嘛 另外有一件事情 过去柯文哲2014年查五大案 跟财团开战 说财团刀叉吃人肉 这个郝龙斌王叉叉 结果他后来在第二任的时候 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几个案子 全部都在第二任发生嘛 第一个 大巨蛋案 2018年12月25号要就任之前 第二任就任之前 他让李文中去逼退了林州民 让林州民没有办法继续当 这个都法局局长 为了是什么 为了要放水大巨蛋 当年2019年的春节 过春节 除夕之后 你知道柯文哲去哪里拜年 去哪里 拜年吗 去孤仲亮家拜年 因为那时候传出孤仲亮 对于买大巨蛋有兴趣 你知道李文中带着柯文哲 去孤仲亮家拜年 而且还一连拜 连续拜了两天 你看他有多勤勉 再来北势科这件事情 北势科什么时候发生的 2019年柯文哲去拜访吴家 还在那个 那个杨德大道上面换车 把他搭车换小车 怕被人家抓到 对不对 然后隔一年 2021年的10月 T17 T18就见诸给星光了 然后金华城也一样 第二任之后 2020年3月17号收了金华城的 陈勤案 隔一年 就让金华城准用都庚 送给金华城848的容积 全部都是在柯文哲第二任 而且成立了民众党之后 这个时候的柯文哲 完全都不一样 你要讲的 柯文哲第二任的时候 他真的非常努力的经营 他跟财团的关系 他自己也经营 因为他有公权力 他敢放容积 然后还有一个 我讲一个很有趣 大家比较不熟 叫便当会 便当会 便当会就是每半年 然后这开议前 议员就跟他聊 那议员当然也很多金主要拜托 然后他人脉是多方的 议员这一件 他造就很多人脉 不管蓝绿白 蓝绿都没有白 就不管蓝绿 他就帮你 帮得更深 他自己 跳过议员自己交朋友 这第一件事 那这些人要支持议员 支持市长 那个数额是不一样的 当然 那一石二鸟 一个就是弄钱 我交朋友 我帮你忙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还分化国民党 他先对国民党本土派动手 我举个例子 两个人叫陈家的 一个叫做陈永德 一个叫陈崇文 陈永德 那时候蒋湾选市长 有的是议员 对不对 那时候 他那次不选 他就豁开了 又不用搭档蒋湾市长 有一次蒋湾他差点中风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蒋湾约陈永德 约 他姓义王 姓义王 五星街那边 有42个里长 叫他约 他不约 柯文哲就叫他约 怎么样你知道吗 约了 来了42个 怎么样 在庄靖路上面一个地方 喝酒 吃饭 酒量之好 什么酒都喝 红酒 威士忌 柯文哲 这酒量很好 深不可测 我跟你讲 陈永德算好了 陈永德喝得差不多快醉了 他从6点喝到10点 他这样子去拔国民党的妆 拔蒋湾的妆 陈崇文 台志光怎么出来的 他跟陈崇文 陈崇文还有四个结拜兄弟 台志光 陈崇文就跟他变很好 非常非常好 蒋湾 然后丁守中也差点中风 为什么 丁守中是不是几年前 在选市长 蒋湾前四年 然后陈崇文是国民党的议员 对吧 四年北投的 然后又是约陈崇文 约陈崇文 然后丁市长没空没空 结果黄旅锦炉 然后很急打给丁守中 你赶快去 有个场合 完蛋 失火了 为什么失魂 知道 他帮他陈崇文 一百个庄角 全部叫出一千个人 帮他请了一百桌 而且丁守中还不能上台 所以陈崇文就投投报李 你对我这么好 那就台志光案 他就跟他合起来 搞了台志光 刚苏培也讲了很多 更离谱的我讲一个 北农是不是 中华工程投标不厉害 根基营造黄昌很厉害 那个环南市长 一百亿被标走了 被黄昌 那他想标两百亿的 那个北农改进案 他怎么让他标到 正常标标不到 他多合你知道柯文哲 他怎么创造世界 唯一出现的榜标 他先预算 大概要花一百八十亿的本钱 赚二十亿 大概一两成 他先这个标 什么两百亿 两百亿一百五 一百五怎么样 那其他不来了 根基也不来了 谁不来了 全部留标了 沈静静来了 第二年再最佳五十亿 还是两百 而且怎么样呢 今天那栋卖蔬果的 他什么六楼盖五楼 第二层是五十亿来盖 而且顶楼留下发电 留下冷链 留下摊位 那你一定要最佳 好很不知道谁叫他的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鱼市场 然后七楼 七楼盖五楼 最后沈静静就得标了 这个案子也变成被告了 这个案子也在密切的查 那台志光说很多 他今天只要咬到的财团 尽量给 坐牢我也给 我是不是前进来 请讲大家观察 请订阅